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披着兽皮 围着树叶的日子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屋里有地窖 可以存放多余的粮食 屋外有畜兰 他们知道养猪来吃要比打猎更方便 在中国的南方有个叫和睦度的小村落 比北方那个半坡村还要早出现 中国人的老祖先在这里种出了世界最早的水稻 怪不得几千年后 今天的中国还是种到最多的国家 原始人看着蚂蚁等昆虫靠着一根小草 一片岁叶便能度过水潭时 一定非常羡慕 他们或许也学样抱着一根木头漂浮过河 然后得意洋洋的向族人炫耀不已 可是在七八千年前的和睦度村的人 已经造出了独木舟和船桨 能够迅速地渡过河流 自由地在湖中捕鱼 它可能是目前世界上所能发现的最老的一艘船呢 南方潮湿 和睦度人不把房子造在地上 他们架起木头 再将房子建在木架子上 看起来像是座高脚屋 和睦度人知道 用漆土在木头上 既美观又防虫 不过有一种虫子 它们不但不防 而且还大量地饲养 这种小小软软 不断蠕动的虫 在吃了叶子之后 会吐出长长的丝 和睦度人利用它 织成美丽的衣裳 那我们今天读到这个部分呢 Miss Kitty给小朋友们留两个小问题 一个问题是 那在中国的南方也出现了一个小村落 那那个村子叫什么名字呀 那那个村子的人会怎么样呢 用油漆涂在木头上来防虫 可是有一种虫子它们不防 那那个小虫子吃了树叶 吃了叶子之后还能吐出长长的丝 小朋友们猜一下 这个虫叫什么呢 好的 那我们下次继续见